知道這個網頁裡面,它的規則一定是如果點選1到1頁 它就上面這邊,index page等於1 如果等於2等於3頁,這邊其實你可以加一個變數 讓它可以每次都抓不同的網頁 並且把它放到我們的Excel裡面 那其實就可以逐一逐一的完成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樣 來做這個動作 第一個當然你先了解一下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把我們看到的網頁上面的資料放到Excel 其實特別注意 你也可以用複製的,不過你可能要複製 像有些同學每天如果都複製的話,你可能要這樣選 選又過頭,很難選 所以其實你可以知道按複製 複製之後貼到Excel其實是OK的 可是問題你要做57次 而且貼的話還不是那麼容易 容易有一些格式一起過來 所以你還要記得要用選擇性貼上 只有文字 如果我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在Excel裡面提供了一個方法 它叫什麼呢 我把它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利用資料裡面一個叫從衛本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你的資料是在網頁上面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Excel裡面有一個這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主要的用途就是說可以幫你抓取網頁上面的資料喔 但是特別注意喔,它從web裡面沒有講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它那個從web是抓那個web網頁 這個web是網站 網站裡面的網頁的表格喔 特別注意喔 它是去幫你抓表格喔 所以如果你要抓的資料不是一個表格的話 那很抱歉 它沒有辦法抓去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從web是抓網頁上的表格啦 所以應該正確的意思是 抓那個表格部分 怎麼抓,首先第一個 我們可以先找到我們剛剛這個網頁 我們 可以先試抓第一頁 第一頁的話 它一定是,你們待會就點什麼 點第一頁 點一下這個網址 然後它這個index page一定是等於1 OK,那我把這個網址先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呢 接下來如果要抓第一頁的話 你可以從資料從web OK,然後呢 把剛剛的網址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來 貼上 那實際上你會發現 它這個從web 這個背後呢 基本上就是做什麼事呢 它基本上就是幫你把你的IE瀏覽器 幫你打開來 然後你給它一個網址 當然按個到好了 那接下來它會做什麼呢 它會幫你把那個網 那個網址 裡面的網頁幫你把它全部叫出來 可是呢,因為這個瀏覽器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有些JavaScript 會發生錯 不過不用管它 你就按4就好了 反正一直按4 讓它直接就 就跳過 若不執行也沒有關係 按4 最後的話呢 最重要部分 其實就是說 因為我剛剛講 網頁裡面的表格 所以呢 什麼叫表格 它會在那個表格的 左上角 有沒有 會出現一個箭頭 表示說 你要的表格 在哪裡 那你其實就是 點選這個 比如說我要的表格 就是這一個 你就把這個表格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你就把這個打勾一下 這邊就 這個是我要的表格 然後你就可以按下什麼 匯入 接下來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表格要放哪裡啊 OK 那麼匯入 匯入之後的話呢 我就直接把這個表格放在哪裡呢 放在A2的儲存格裡面 A1 放A1 按確定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幫我把資料給下載下來了 好